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了这么大个工程 也不会从老家 招你们十几个人过来 十几个人 就这十几张嘴要吃饭喽 阿贵 你什么意思啊 是说我们来了抢你饭碗喽 别说了 美花你耳朵塞鸡毛了 我说你抢我饭碗了吗 我看你是想找插打架是不是 怕你啊我 吵什么 美花 阿贵 坐下 坐下 陶家说停工就停工 连个理由都不给吗 人家是陶家 想停工就停工 我们再等上几天 吃喝都算我的 总行了吧 吃喝倒是不算什么 可只知道停工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工 这么干等着算什么 摘了红头巾也没什么不好 只要有力气就有钱赚 起码不用这么干耗着 阿凤 你话多了吧 怎么 没开工还不让说话了 头家们的事 我没办法 但我不会逼着大家留下来的 想要学绣和的 现在就走 红头巾留下 能走哪儿去啊 你要什么 我们找别的工地吧 你走我就走 阿凤姐别摘 你个初来乍到的 在工地逞强也就算了 还想管我呢 我不是管你 万一明天就开工了呢 明天能开工也不是不可能 不好说 这个新头家我听说过 咱们刚到新州第一天 就看到白天女游神了 对吧 凌姐 对 要不是她的话 小禅早就被那些无赖欺负了 是的 是的 而且凌姐还跟我说 白天女是专门保护女人的神 尤其是穷苦女人 那既然她就是我们的新大头家 就一定不会故意为难我们 红头巾的呀 七姑娘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她去问清楚情况 也顺便说明一下我们的难处 那没准明天就开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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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下期见